世界高等学府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叫做约翰·加特纳的先例学家曾经说过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那些选择下赌注 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碰运气的人 充满能量 愿意冒险 随着哥伦布的航海之路 早期的美国是一片广袤的荒芜之地 机遇与财富便埋藏在其中 先期登陆美国的移民 崇尚自由乐于冒险 热爱挑战 从而便孕育出美国当时的立国之本 枪文化 哪怕是后期社会得到快速的发展 科技围绕生活进行建设 但是这个原始的防身工具 却始终在美国人心中充当重要角色 建议后 更是将民众拥有并且佩戴枪支的权利 不容侵犯 写上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现如今的美国 新冠肺炎疫情笼罩 种族主义抗疫盛行 拥枪防身又成了当前的热门话题 那么在美国不同身份状态下的民众 到底如何合法买枪呢 买了枪之后 该如何合法使用鞋带呢 今天的爱生活 我们来简单的聊聊 首先说一下什么人可以买枪 在美国 只要你有合法拘留身份 都可以买枪 换句话说 只要你不是非法入境 不管是持有F1 H1B B1 B2 这类签证 通通可以购买枪支 只要能够通过背景调查 而背景调查由FBI完成 主要会从是否有犯罪记录 移民状况 以及精神健康状态等方面来进行讨核 当然美国公民和绿卡 与持有上述非移民类签证的人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就是非移民类签证 持有人想购买枪支 还需要取得当地州政府 颁发的猎人执照 Hunting License 这个猎人执照 也跟每个州的相关规定有关 有的容易有的难 容易的直接去指定地点 交个钱填个信息 随便上上课就拿到了 要求严格的州 还需要参加正规的培训 通过专门的考试才可以获得 所以这个就要看人品了 拿到了执照 带上你的地址证明 一般是银行寄给你的信 以及先前收到的水电费账单 因为有些州会要求 在当地居住超过90天以上 还有身份文件 也就是护照身份批准信等 便可以大大方方的去买枪了 这里需要多说一嘴 在美国合法买枪年龄是18岁以上 而手枪的合法购买年龄 更是在21岁以上 那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枪呢 在美国一般有三个途径 一就是实体枪店 干烧品 美国随处可见 二就是网购 三便是大型枪支展销会 所有枪支售卖方 必须持有联邦火器执照 Federal Firearm License 简称FFL 这里需要多说一嘴 就算通过网购获得枪支 也需要去你家附近的实体店取货 因为在取货之前 实体店也会给你进行背景调查 所以不管通过任何图境购买 FBI的背景调查 都是逃不掉的 所谓背景调查 便是填写一份叫做4473的表格 表格填写完后 枪店雇员会直接输入网络 有的地区结果立等可取 而有的地区需要你回家等结果了 感觉这取决于你这个地区申请人的多少 以及周对于枪支管控的严格程度 最后的结果无非就是两种 通过Pass或者拒绝Denial 如果不幸被拒 可能需要联系一下律师来帮忙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一次订单对应一份4473 当然一个订单可以包含多个枪支 所以就算你今天填写了4473表格 并且通过 第二天去买枪 还需要再次填写一份 所以说到这里 想必大家已经了解了买枪的步骤 第一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份状态 取得相对应的购枪许可 如Hunting License 第二就是带着自己的有效证验与资料 去枪店买枪 或者取在先前网络下单的枪支 第三现场填写4473表格 等待审查结果 审查通过 提枪回家 审查未通过 就需要联系一下律师来想办吧 说完了买枪过程 我们还需要明确枪支的鞋带要求 鞋带无非分两种 一种是公开鞋带open carry 另一种是隐藏鞋带conceiled carry 这个需要在买枪的时候询问清楚 不是所有的枪都可以拿着大摇大摆的走在街上的 有的枪只能放在自己的property里 如家中车里 公开鞋带在多数周都必须要执照 虽然我们不建议提着把枪乱转 但是的 的确 这在很多地方是合法的 而隐藏鞋带主要针对手枪 因为手枪往往会放在衣服里或者别在腰上 这时候需要去办一个conceiled carry permit 简称CCP 办理CCP需要录指纹 并且还需要跟警官面谈 且需要好几个月才可以通过审核 有的州甚至直接不允许普通民众隐藏携带枪支 所以各位看官在拥枪之前 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所在州的相关法律规定 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纪律 毕竟这是军火生意嘛 第一 枪支绝对不能代购 这是重罪 分分钟判个时间监禁 第二 私人枪支交易也需要通过有Federal Firearm License的dealer进行 第三 要完全清楚自己所在地携带枪支的要求 否则也会面临保育之灾 好了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小编其实还是很鼓励大家都去参加一些相关的枪支的培训 然后到当地的靶场打上几梭子 毕竟有了这个技能 的确可以安身立命 其次 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可以享受到的拥强特权嘛 下一期我们会聊一下美国的保险制度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